最近梦华路真是火遍全网 刚刚开播就受到观众热烈反响 如今某平台评分更是高达8.8分 可谓是口碑收视率双丰收了 而剧中的男女主角陈晓刘亦菲 也被网友们广泛讨论 以前的视频全部被扒了一遍 尤其是饰演顾千帆的陈晓 陈晓自年出道以来 带来过很多经典的影视剧作品 也凭借着这些经典剧中的角色 收获了不少粉丝 他本人是一个具有多面性格的人 比如中二感很强 很多网友都知道 陈晓会在自己的微博上写小说 前几年陈晓经常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自己写的小说 并且每一篇小说都会配上 自己的一张照片 不仅如此 陈晓还称朋友说他有编剧的才能 所以他又写了一个 凄美的古装爱情童话 言语之间满满的自豪感 当时小说中的某个情节 出现了一把书字 于是就有网友评论陈晓 问这个书字到底是男主角的 还是女主角的 陈晓十分幽默地回答 书字是为了以后的植入方便才硬加上去的 小八觉得这搞怪的回答 还真是让观众忍俊不禁 除了在网上写小说 陈晓还被网友们扒出其他的黑历史 比如他自导自演 自己剪辑了一个短视频生菜贵妇 即使年代久远画质模糊 仍然能看得出来陈晓的搞怪逗趣 戴着墨镜假装贵妇还吃生菜的样子 实在是喜剧人实锤了 陈晓有趣的中二并不只是对自己 对妻子陈妍希也是 众所周知 陈晓非常喜欢动漫名侦探柯南 私底下也和大家一样 刻起了动漫里的CP 还在平台上和网友们分享自己追CP的心路历程 等到和陈妍希举行婚礼时 陈晓更是在出场的时候放弃了柯南的主题曲 还让陈妍希以儿次元的方式出场 把所有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惊喜了一把 小八觉得陈晓可以说真的是非常搞笑的一个人了 不过正所谓人无完人陈晓虽然搞怪有趣被很多粉丝追捧 但是他身上的一些地方也总是被人诟病 就比方说他很爱抽烟 烟瘾还特别大 仿佛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拍到他在片场吸烟的画面 就在梦华路播出的档口 陈晓就被曝光在拍摄现场吸烟 虽然说氛围感满满也有不少网友觉得很帅 不过也有部分观众表示 随时随地抽烟也许会影响到别人 此前陈晓就被媒体爆料在陈延熙生产后 他去看妻子和儿子时 在月子中心吸烟 而且爆料中提到陈晓吸烟吸得很凶 都打扰到隔壁房产妇的休息了 护理师硬着头皮上去提醒了很多次 对此情况陈延熙也提丈夫陈晓表示了歉意 陈延熙的经纪人第一时间出来回应称已经道过歉 而且以后不会再有类似情况发生 这件事才平息了下去 小八觉得不管自己烟瘾再怎么大 最好还是不要影响其他人比较好呢 除了烟瘾打这个毛病 陈晓在说话方面也有点倩倩的 当初和袁珊珊开黄枪一般的互动 也引起网友们议论纷纷 不少人觉得陈晓不应该 大家都知道陈晓和袁珊珊合作过很多次 包括王的女人云颠之上2等多部电视剧 在某档综艺节目上 陈晓假装给袁珊珊打电话 说要讨论剧本的事 不明情况的袁珊珊直接和陈晓开玩笑 问陈晓你是不是变帅了 还直接说我见到你会喜欢上你这样的话 而陈晓或许也是私底下和袁珊珊关系比较好 又或许她本人的性格就是喜欢嘴欠开黄枪 总之给观众的观感就不是很好 某次陈晓在个人账号上发了一个笑话 袁珊珊在底下评论带你去皇家一号那牛不错 接着陈晓就回复袁珊珊的评论 称教她两种机的作息时间 虽然两个人的关系是可以开玩笑的那种 但是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在公开场合这样开黄枪真的很不好 尤其是陈晓还作为公众人物更应该谨言慎行 而不是随意乱说话 娱乐圈里很多明星都给自己立下人设 这个人设可能和本人的性格完全不符合 看来还是不能对演员太上头 只能专注作品 不然也容易翻车 就像陈晓突然爆火起来 但是她往日的一些言行举止也经不起推敲 孟华路是难得的一部好剧 不得不说 陈晓和刘依菲的表现都很稳定 很优秀 小编很期待接下来的剧情发展 演员最重要的是把戏演好 就这一点来说 陈晓做到了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订阅 请不吝点赞留言订阅